看菜吃飯 說到潮州的甜食 真是林郎滿目, 多不勝數 貴的有燕窩、海參 便宜的有番薯芋頭, 我也會喜歡 德哥, 你這次教我們做金玉滿堂 我只聽名字, 也知道是價勢, 是嗎 這是高燒福果芋頭 高燒福果芋頭肯定有芋頭、番薯 還有白果 我們開始先介紹福果 很多時候買回來的就是連鶴的福果 水滾了之後, 把福果放進去 十幾粒, 試試 放進去就變熟了 對, 沒錯 煮得怎樣才算是可以的 通常一般會拾三至四分鐘 一會兒, 滾一滾, 讓裡面成熟 成熟就有一點銀性 有些銀性, 你再拍下來… 對, 沒錯 好, 我們先把它撈上來 好, 這裡已經變色了 對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攪拌一下 對, 整件事變軟了很多 對 不會到處都是 對 對, 我們就撕掉殼 好 我們這一刻… 很簡單 好像開出果果 很容易, 真的 對, 撕掉殼 很英俊 很英俊 圓粒的 對 如果不拾一拾, 很多時候拍這一下 下去之後再撕掉, 已經是碎了 碎了, 碎了 對, 還可以撕掉 其實現在撕掉, 現在撕掉了 如果現在撕不到, 輕輕在水裡 再撕一撕 會脫掉 撕熱之後, 它就會自動脫掉 對, 剛才提到的心 就是這一顆 通常我們用竹籤 竹籤 也可以, 或者牙籤也可以 就在打橫這個位置撞過去 是 為了不要刺濕 先用尖的刺濕一次 然後用這邊沒那麼尖的 先推一個洞 對, 推過去 推過去, 很多時候… 好像這些有一點是芯的成分 一條… 綠綠的色 綠綠的芯 綠綠的芯 就出來了 好, 之後那顆白果有兩個洞 然後再放進去再濕水 再濕水的時候冷縮熱脹 整顆白果會比較脹 再脹身的過程 裡面的苦水就會吐出來 吐出來, 像沙一樣 對, 濕出來的沙 很香 沒錯… 接著要切芋頭 一般要切, 上面切兩成 下面也要切兩成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最主要是這兩塊不太粉 是這塊才粉 即是芋頭生 對, 最漂亮的部分 沒錯, 最漂亮的位置 好 我們就切一二三 切兩成 是 給大家看看 但是怎樣也好 切這把刀一定要離開 刀不夠膩, 切出來就不會… 就不會像我現在那麼平滑 就是切口沒那麼漂亮 對, 沒錯 好, 我們切零形給大家看 好 通常是濾接 對, 切零形 其實那個形狀會否影響口感 形狀一定不會影響口感 但是那個形狀肯定會影響你的心情 好 今天我們示範的是零形的芋頭 好, 今次切了番薯 番薯 番薯 其實也是一樣 通常都是這樣切一條 是 切好形狀 對, 切好形狀 然後才切好形狀 你以為切出來的那些 不要了, 就會說 德師傅, 你很浪費 其實不是 因為番薯 除了拿來做一個高燒之外 就是我們潮州人最耕見的 煮番薯粥 德哥, 材料準備好了 可以開始炸 對, 我們剛才切的那些就完成了 然後就介紹我們今天會做的 一些基本的配料 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已經用時間關係 拔好的福果 對,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如果不是高溫泰祖, 拔久一點 拔久一點, 它會有毒素 所以我們就用泰祖處理定了 是 我們的番薯, 拔久一點 這個很特別 這個很特別, 所以特別要介紹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高燒料 什麼意思 那些是肥豬肉加蔥蓉, 動環渠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的油溫 控制在120至150度之間 對, 這個油溫比較適宜 我們就先把番薯放進去 是 首先拿番薯 小心 對, 對 好 因為為什麼要先把番薯 最主要是番薯的密度比較高 是 如果芋頭和番薯兩者之間 需要煮的時間 番薯會較長 對 炸到差不多 好, 像這樣 現在再加上這個 芋頭 對 地瓜炸到表面開始有點金黃 很脆皮 沒錯… 保持大火的全程 保持大火也不怕 因為最主要不是炸熟 只不過是炸表皮收縮 令番薯或芋頭 更有嚴硬的感覺 現在要炸到什麼程度 才算可以, 就可以不起 剛才說過, 不是炸到熟 是 所以炸到表皮開始有點… 開始變成金黃 金黃, 對 沒錯,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了 好, 我們撈起它 好 炸完地瓜和芋頭 下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德哥 我們的油鍋倒起油 但又沒有倒小 只剩下一點油 然後少許油 然後將高燒番薯、芋頭的 靈魂人物 靈魂的… 對 就開始爆香 爆香 第一時間就… 這一點就夠了, 是嗎 其實也是 你擠一擠, 一煎已經香到不得了 對 對, 現在已經聞到豬油的香味 對嗎 有些蔥的香味 阿東在這裡爆香的時候 這邊的水就會煮了 是 這個水… 撞下去 現在好像煮湯一樣 沒錯 好, 它在這裡煮的時候 加上沙糖 你正在煮糖的糖膠 對 其實很有趣 對, 這個是豬油的蔥油 對 再加糖的味道 對 究竟是怎樣的 這個很有趣 其實, 如果你問我 我就告訴你 這個是潮州人最喜歡的口味 現在它就滾了 它開始煮了 對 對 繼續攪拌 攪拌它的意思 其實最主要就是 很多時候糖膠, 糖水 你這樣煮的時候 它會在前邊 在前邊的話 它就會不斷變黃色 即是變焦糖 焦糖 對, 當然這樣煮也會 但是一點焦糖 我們不介意 待會就要加這些黃糖 這些黃糖 對嗎? 但是不要太平均 否則就焦了 對 盡量平均一點 讓它的顏色更漂亮 是 如果是全程大火 說是說, 打字快 它已經收縮了 對 你真聰明 懂得看火 你懂得看 對 我們就把這個 現在倒下去 放進去 因為它很黏 對 看到嗎?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就先放進去烏 在烏的時候 順便把這個 複果 對, 複果 複果, 加進去 烏就直接油它 不用攪拌它 是, 暫時不需要煮熟 就是慢慢煮熟 對 這個過程 我們俗稱烏 因為煮熟 煮熟 火可以輕輕收低一點 即是慢慢滲入才能夠溫度 對, 收低一點 這個時候大約要煮熟多久呢 以我經驗 會煮15分鐘至18分鐘左右 才可以熟 好 我們現在讓它煮熟一會 好 過了15分鐘了 因為芋頭也好, 番薯也好 成熟時間是不同的 是 通常要煮熟的時候 都是分兩… 分不同時間煮熟 令它放上來之後 選擇可以的 先煮熟 有些位置還可以 我們就不煮熟 所以一定先拿芋頭 沒錯 還有先拿白色的 通常這些在頭或尾的位置 比較水 那些比較像成熟 好, 番薯也可以 像烏魚的金黃色 對, 金黃色就出來了 很漂亮嗎 很漂亮… 對 而且看到糖膠的表面很亮 好像玻璃蟹 對 現在有點像花 對, 有人魚 是一朵花 對, 一朵花 你給我一些提示 你給我一些提示 你應該給我一些提示 你肯定心中有構圖 肯定我們知道 真的…大約看到了 這裡拆好之後 我們那些青瓜 就放下去, 灰一下 灰一下 對, 灰一下糖水 沒錯 因為… 因為要吃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高溫灰一下 煮一下 其實青瓜生吃也可以 但是過了糖漿之後 就更加顏色, 更漂亮 更像… 對 全部都有, 它沒有 對 很像的 這是太陽花 很漂亮 我會用這個銅膠… 很黏, 對嗎 是嗎 用來做個芡嗎 對, 做個芡 我會加一點黃糖 黃糖 有些黃糖的成分 待會兒的銅膠就更漂亮 更漂亮 金黃色 金黃色 沒錯… 很多時候, 煮的時候 煮到那些番薯或芋頭 它散了之後 變成就不漂亮 就是那個銅膠漿 很多濕碎的東西 對 我另外再用一個銅膠去煮這個 銅膠芡 對 通常如果用銅膠去推芡 我就需要用這個 所謂的生粉水 加上芡 是 但如果我一路火過 用銅膠烏完後 用銅膠 就不需要用生粉水 要用生粉水 看起來已經很黏 對 是嗎 好, 我們最後… 多漂亮 金黃色 金黃色 好 加上去 點蒸時間了 很漂亮 好 再蒸液剔透了很多 對 因為始終銅膠會更漂亮 對… 好 最後加上漂亮的芝麻 好, 完成了 今天跟大家示範這個金肉滿糖 就大功告成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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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長時間了 好… 好… 那些人 好… 好… 是 你好… 好… 也不是 好… 可以… 就是… 好… 好…